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做法皮超脆的 完全不输给炸的 真的 你一定要试试看 嗨 我是乔儿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的话 很高兴认识你 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 嗨 这里边会跟你见面啦 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个食谱 我超级兴奋的 因为它是我很爱吃的食物 就是日式炸鸡 但是最重要的 它不是用油锅炸 也不是用气炸锅 而是用一般烤箱烤出来的 你看看这个金黄的色泽 然后这个表皮非常酥脆的感觉 是不是很难相信 真的是用烤的 用烤的烤出来的 为了做出烤箱版的日式炸鸡 这礼拜我很认真实验 从这个腌料的配方 然后面衣到底要选择哪一种粉最适合 最后的烤温跟烤法 然后后来定案这个配方 我觉得吃起来的口感 跟油炸版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实在太开心了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平常做菜不是很喜欢用油炸的 除了热量高之外 炸完会剩下一桶油 处理上也比较麻烦 所以今天就要跟你分享 如何用烤箱做出非常酥脆的日式炸鸡 那我们就开始发 首先挑肉的部分要挑鸡腿肉 而不是鸡胸肉 买带骨的鸡腿肉呢 价钱比去骨的划算许多 把鸡皮撕下来 去骨的方式不难 在骨头的两侧各划一刀 接下来用剪刀比较容易 沿着骨头旁边剪一圈 把肉刮干净不要浪费 然后稍微扭一下 骨头就可以拿下来了 鸡肉不要切太小块 一块约切成四块 然后骨头可以留着 之后可以炖高汤 为了让肉更入味 用叉子把鸡肉搓一搓 撒点盐 糖 抓一抓按摩一下 倒入适量的米酒或清酒 大致腌过肉就好 接下来要做决定日式炸鸡味道的关键腌料 这次使用天然发酵 这次使用天然发酵 长时间熟成的十全味噌原味版本 加入酱油 味淋 砂糖 蒜末 跟一点点姜末 搅拌均匀 倒入鸡肉中 腌制的时间至少30分钟 然后不用担心腌料不会很咸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前一天做好 腌隔夜也完全OK的 接下来做面衣 实验各种粉类 最后决定 马铃薯淀粉 又称 薄倒太白粉 烤出来的外皮最脆 以及秘密武器泡打粉 它不仅会吸水 让食物表面变脆 遇到高温会产生气体 吃起来会更像用炸的 最后加点盐 黑胡椒 简单调味 另外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全蛋 加一点美乃滋 先预热烤箱 上下火190度 最好能够开旋风功能 因为等等鸡肉裹完粉之后 要尽快入炉 把腌好的肉取出 立掉多余的水分 在烤盘上铺一张铝箔纸 刷一点油 防粘黏 鸡肉先裹蛋液 再裹粉 然后可以抖掉多余的粉 放在烤盘上 为了增加它的表皮 更酥脆 在它上面刷上一点油 用190度烤约12分钟 直到表面微微上色 接着把温度调高 上火230度 下火170度 用高温把表皮烤脆 最后大概烤5-7分钟左右 烤的时候真的很香 所以把贝果都拐来了 一直在旁边蠢蠢欲动 一副很饿的样子 出炉 给大家看看 用烤的表皮也可以这么酥脆哦 只要一点点油 热量相对低很多的日式炸鸡 完成 炸鸡一定要来点高丽菜丝啊 对不对 很甜 口感又脆 配的炸鸡吃 超清爽的 还要配上冰冰的啤酒 油 这个食谱从一开始吃起来软趴趴 粉粉的口感 一路呢 实验到现在 是外脆内软 吃起来跟炸的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想之后 我应该会继续烤下去 油锅呢 就收着吧 你看看 内部多juicy 蘸酱呢 是日式美乃滋 再加上一点点七味粉 为了证明它很脆 一定要吃给你们听听看 食谱配方都在下方的影片叙述 或是到我的网站 chow.kitchen上查看 期待跟我分享你试做的心得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 然后分享给你爱吃炸鸡的朋友吧 我是巧儿 我们下次见啰 Ciao 你的咖善 是 你 你们 这只是